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神的现场 在我们现场的是纳祖德院长 他是哈佛健诊健康管理事业机构的 台北院区的院长 他写了一本书 叫解读你的身体警讯三周初的 我们来看一下 特别 因为我想肠胃是 人家去健检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所以纳院长也特别提到 就是顾肠胃是保健身体的基础 我也看过你提到日本肠胃科医生 他说叫做心骨红石 他说光看一个肠胃就知道 这个生活的情况 未来的健康 真的肠胃就等于下面镜子可以反应 对 做胃镜做肠镜就可以知道 那你是讲说 因为有很多人就自己去吃胃药 你说不能随便吃胃药 自酸几次不能乱吃 不能乱吃 因为那个好像消了很大 我刚刚以前医院也是 给一个药就给几片 所以你如果胃不舒服 就一起吃这样 那你是觉得不要 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胃 在消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酸 酸的话才可以 如果是胃药大部分的肠 自酸就把胃酸把它降到最低 反而如果这样长期下来的话 整个生态 我们肠胃的生态都会受到影响 就是胃将来自己也不分泌 会分泌 但是功能就看来越来越差了 本来人身体能够调节的功能 酸减的功能就减少 就让你要来作用就是了 不吃药就不行了 以后别人这样 对没有 就是一旦你知道这个时候 你还是可以 好像是把你那些不好的习惯改过来 还是回头是安 还是回过来是是安 那你也说不能吃太辣 很多爱吃辣 尤其现在冬天到吃麻辣锅 麻辣锅很好吃 会怎样 那因为吃了以后 因为我们肠胃的发炎的情况 大家都不知道 可以做就是 可以做个实验 就是我们的黏膜 我们的肠胃的黏膜 就跟我们嘴巴里面黏膜一模一样 我们这个黏膜上面 如果是你不用做什么 用一些辣椒 点在上面看看 辣度几千几万的那种辣 很辣的 潮天胶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黏膜就开始红 肿这样会出来 肠胃也会这样子 那你这边教人家说 如果这样的话 就喝一小吃蜂蜜有效 对因为这个的话 按照他们 好像是一些印度 一些西班牙 他们有教人家怎么样来 综合的一些一个方法 所以当你吃辣的 可以用某种方法来 把它好像是减少那种 刺激的一个动作 所以最好当然就是 所谓的蜂蜜 蜂蜜一汤匙的蜂蜜 你可以像甜 糖一下慢慢甜 慢慢把它甜完 就应该OK的 你这边特别提到说 如果胃溃痒的 到医院去 他可能会给你切片 如果吃完药三个月不好 可能再做胃精再切片 因为你特别提到说 切片是选择性的 有可能漏失 就是说我可能这边有问题的 结果切片可能不见得切到 刚好那个地方 是这意思吗 不是 比如说一个溃疡 溃疡就一个伤口 伤口大概比如一个伤口 我们切的时候 只能切小部分 如果在医学中心都会切六片 就六片 对对上六片 但有些你切 当然如果切到 当然是 就是因为伤口胃里面溃疡 跟所谓的早期的胃癌 看起来是差不多 当我们看到胃溃疡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我们就把这个排除掉 所以应该把它做切片这个动作 当我们做切片的时候 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切 切的位置刚好 刚好不在 所以我们就建议说 好你现在吃药 吃了三个月的药以后 如果是那个只是普通的溃疡 就OK的 如果是还没有好 三个月还没有好 代表我们当初切的就是没有切到 所以要再进一步再做这个动作 那胃有溃疡 当时比较严重 就是糜烂了 糜烂溃 还有什么发炎 对不对 有些人胃痛去检查说 没有溃疡是发炎 那到底怎么分这个严重性 那个就是说我们胃就是发炎 他就说就像三部曲 发炎然后糜烂 然后再来就是溃烂 但是这种发炎 糜烂 溃烂 溃疡 他也会再恢复的 反反复复会造成 坏了又好 对 是这样子 我们身体有治愈的能力 只要给我们自己 给我们自己这种 这种 这个 机会的话 身体就会治愈 所以这个治愈的能力的话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就是吃方面 作息方面 运动方面 喝水方面 都要做到很适当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是发炎 对 开始发炎 没有注意到就变得迷烂 迷烂 再下一步就是溃烂 就麻烦了 对 那发炎的时候要怎么治 我以前就说都是情绪 生活 后来说是有那个 优门感觉 所以大部分是优门感觉吗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对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溃疡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去 就去再验这个优门感菌 优门感菌还有的话 那就应该先把这个优门感菌 就是治疗 治疗这个优门感菌 很多人都以为 我杀过一次就应该OK的 不是 因为怎么样 我们这个优门感菌 如果是我们用三合一的药 一种很强的胃药 另外两种抗生素 这样吃下来的话 一个礼拜 以后我们杀这个菌的一个百分比 最好就96%到98% 所以2%跟4%还剩在那边 因为细菌本身 它就有一个特质 就在繁殖 繁殖的话 如果是我们有注意到 这个优门感菌 很喜欢在酸的地方 所以它会在繁殖 如果你胃的情况 如果很酸 譬如说吃的东西 胃酸分泌很多 它就反正很快 所以建议就是说 当你治疗完以后 当你吃东西的时候 尽量让胃酸 不要分泌太多的食物 那什么东西 所谓的蔬果类 所以 不过最近好像又有一个 研究 我看因为医学研究很多 有时候我们感觉 从某角度对身体 也有好处这样 意思就是说 好像不应该把它杀光 或不应该杀它 到底因为医学 见解一支 有不同 但你们怎么看 是这样 那个优门感菌的话 就是很多细菌 从我们嘴巴里进去 然后到了胃里面 很多细菌会被杀死 就是这个优门感菌 不会因为优门感菌 就会酸 特别酸 特别好 所以他就在那边繁殖 但是有一派学说 德国的一派学说 这个优门感菌 对我们的食道有帮忙 如果说你 如果把他杀死的话 那食道可能会受 可能会发生一些病变 所以有些人说不愿意 不要杀 就让他来保护他们的食道 有这种说法 我想看严重到什么地步 你会痛 痛到后面不杀也不行 不是哦 那个胃痛的话 要去做很多人来做检查 胃痛 检查是完全正常的 有 有些人完全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呢 他只是说来做个检查 发现里面是溃兰一大堆 有 溃兰也不痛 也不痛 哇这很厉害 他不痛 真的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痛的反应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纳祖德院长 跟我们谈他的心疏 解读你的身体景序 我们等到要谈一下 凯格尔 因为你这边 我看下一条说 台湾有四分之一的女性 有尿失禁的现象 这很严重 到底怎么回事 那怎么办 我们继续再回来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